我有點不知怎樣 其實我真的看到有人養牠們 令我心裡很不舒服 是 而且我害怕蜥蜴 牠不斷叫我摸牠… 然後我… 不… 來吧… 其實我最不想吃就是吃蜥蜴 因為我本身對蜥蜴這種生物很害怕 現在我還要吃牠 真的不知怎樣形容 好,我們在這個部分 在第一部分,然後在另一部分 好嗎 好 用最快的方法 在牠頸和尾部很快地狠狠隔一刀 而且平時牠隔開後喝了牠的血 就會覺得很補身 但我現在喝不到 我也聽過有個摩洛哥的朋友跟我說 他小時候第一次吃黃姐色 就是要有人直接隔到頸上 然後給牠的血喝 已經殺了 弄了嗎 這就是第一部分處理 不行… 就是在頸上 害怕我 我也說我不可以看 你還看著我做甚麼 我先替牠祈禱 對不起… 另一個步驟就是要去掉牠的皮 因為蜥蜴的皮很厚 尤其是牠的尾部 那些部分會來攻擊敵人 其實你基本上吃不到 牠的尾部不能吃 但牠的尾部會蓋上皮 所以留在裡面的肉 所以可以吃 牠的尾部也有肉 牠的尾部也會蓋上肉 夠了… 好,第一次要把尾部拿出來 好 神經病 你不要說晚餐 今天早餐會吐出來 對… 怎樣吃 先清洗牠 對,其實有點像田雞 驚訝,也有些挑戰到我 我以為天不白,你不怕 挑戰的位置就是 你看著捉活捉牠的那一刻 那一刻有點於心不忍 是不想吃牠的 那一刻有點難受 例如一些古怪的食材和食物 製作的過程或其他 可能某程度上 你會覺得很殘忍 但可能在很多不同部落 或地方的人 對牠們來說是很平常 很平常的事 只不過在世界的另一邊 我們眼中看 就覺得這些東西我們不會吃 沙漠真的甚麼都沒有 我們只走過一小時 已經痛苦到想死 但是想想,住在那個地區的人 每天都生活在那裡 寸草不生 這次我覺得 比較明白了他們的文化 立即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任你選擇